HIGH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電場時間 那今天的話是這個6月16號的相關公告啊 那後續也有在更新了 所以這邊再做一部影片來跟大家講一下 以下是我的想法 正常來說應該我還是會上前面的字卡 字卡不確定啦 但是應該會上標題 所以因為這種比較有爭議性的東西 加上我自己的想法 就會比較容易有意見不同的問題 所以說就是你可以接受你再聽下去 那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話 我覺得你要理性發表的看法 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就是理性啦 因為每個人想法就不一樣啦 好那我們就開始講吧 首先6月16號的這個公告啊 就是主要是在說明說這個 選手突破的相關的這個機率問題 那是有講到說這個我們就跳過 因為上集有講過 那我們就不要再看有點像是鞭屍的感覺 那反正6月20號也就是昨天的晚上8點 官方在這邊做更新了 那這次有人在講的問題是在這一段啊 這是主要的時間 這個我也會再講一次 因為有些遊戲的公告 跟它的一些規則跟規定 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好那主要的話 官方這邊先講啦 官方的這個補償說明啊 我覺得是針對說 也就是我講的就是我自己覺得的想法啦 那看起來是跟官方差不多的 是針對這個6月13號的這個3點半 有人去問說客服說這個是不是震懾 所以導致說因為這一篇的關係啊 導致說有人去被誤導 對就是有誤導的狀況 所以這一則的補償公告 基本上是就誤導的這件事情去做補償 而不是Bug本身去做補償 那這時候會 我覺得整個狀況來看會有兩種人 這一次會相對比較沒有這麼吃香啦 那就是相對 第一種是 他不知道這個是Bug 他以為他真的以為 他真的就以為他是震懾的人 對 他真的就以為他是震懾 雖然我們有在環遊戲的都知道 這個不可能是震懾啦 但是 雖然說是這樣嘛 但是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認為啊 我覺得他不可能是震懾 這不代表其他人會這麼認為 所以就他們的想法來看的話 的確是這樣子 那第二點就是 做換卡的人啊 也就是原本可能有TOP卡9加6 或者是有國家隊9加6的人 原本要做突破素材 但是因為這樣子就丟掉了 就導致可能這個東西他也不會做補償 那當然這兩點的確是有啊 第一個是因為沒有辦法判斷嘛 就是第一點 第一點的 前面那個案例的是因為沒有辦法判斷 沒有辦法判斷說你是 知道還是不知道 所以就變自由形成 正常來說應該會是都是以 他會認為你知道為主 那先不管他是不是知道啦 他就是BUG 那後面那一則的話就是 換的 9加6換過去的 當然 你有被誤導到 我知道 但是他就還是有點像是 一種投資啊 就跟今天有消息放出來說 某一支股票他會漲 然後你去換成他 就他跌了 你也不能說什麼 就是這樣子 那個有些消息就是這樣子 就是可能 對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們會很歐啦 但是就也只能這樣子 那我先表態一下我自己 我沒差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如果 我講真的 我講真的 講實在的啦 雖然可能有些人有差 但是我講實在的 有些五課甚至是小課的 在這一波可能就弄個 一到兩張拿去突破千卡 他大不了就卡在加11加12 後來上不去了 所以我是覺得還好 那那些資金留比較多的 兩百億三百億了 我覺得還好 雖然這邊很氣派 但是 那也就兩三百億啊 也就兩三百億 就我自己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隨便花個錢就有了 所以我自己是還好啦 我覺得大家一起補償 我也沒差 我覺得沒什麼差 我覺得他如果不改的話 反而會影響到平衡 好 那針對這個補償事件 主要的時間是說 他是6月13號到6月16號 這段時間 做補償 那6月13號的話是上禮拜一 到16號 也就是這段時間 獸利 獸就是叫什麼 那個 獸益嗎 獸益 獸益最大的應該是 13號 用保證券一路衝上去 並且在14號就突破完 一堆的玩家 應該會是本次獸益最大的點 那我是覺得說 你有用 或者是沒有用 其實也都不用再吵後續了 不然其實吵不完 那你有用的人 我是覺得你就領獎勵就好 那主要是說 這樣子程序上面會比較多啦 但是其實講真的啦 如果你都可以在這段時間 這段受影響期間內 弄到這麼多張架石 那代表你的強化券應該不少 那既然你的強化券不少的話 代表說 你應該是 課金玩家啦 那既然你是課金玩家 那代表說 其實講真的啦 那個補償對你才講 其實應該也還好啦 大家都知道 在玩這遊戲的時候 找到這遊戲 真的不用花太多錢 好嗎 才花個幾萬塊而已 就可以爬到T1了 去其他遊戲看看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簡單啦 好 那 影響期間主要是這一段 那有些人是 12號 11號 對 我也知道你可能 對啦 你可能沒有辦法補償到啦 那你要去問問看也可以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雖然 雖然你有可能是不知道的那邊 但是 正常來說遊戲其實是有規章會去規範到 那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 那我也是講我的想法而已 所以對 冷靜 你不用激動 不用激動 他就是有點像關槍的講法啦 就是公文會講啦 就是如果 你知道那東西是Bug 且你去用的情況之下 並且發生問題 或者是造成損失 是要自己認賠 對 有些遊戲會有這種規範 這裡 我不是套 因為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啦 看到那個規範啊 呃 大部分的人不會去看那個 那個 應該說 有細項的條文 就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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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但是那個裡面其實有寫到啦 只是我們不會去看這個 好 那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 補償對象就是這段時間內有買EX卡片的人 那正常來說 這個 這個公告已經發出來了 所以說 應該是不用特別去回報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等到你6月22號 這個之後 如果沒有拿到 你就差不多等到23啦 如果23沒有拿到再說 再去回報 那這次補償的話 針對是這個就是期間內FA購買花費的金幣 那這邊是寫以下針對LIVEEX 所以 這邊有第一個問題啊 我在這期間內買的卡片都會補償嗎 我覺得 看起來文章上面是寫 是不會的 也就是針對EX 也就是這句話意思是說 期間內 透過交易市場 購買LIVEEX 所花費的金幣數量 會補償 所以這個補償就算是都好啊 就是 賣不掉的人 這段時間就賣光光了 那買的人 你也可以拿到你買的金幣 然後你原本的卡片 也可以拿去做成加10加減用 就是這樣子 所以算 算好事 那雖然其實有些人會講說 那為什麼不全幅一起補 同一個金幣就好 那主要就是可能會有 補償額度差距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花了400億 有些人花了200億 你總不可能全部都補400億 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沒有補償到的玩家的話 我覺得說 其實你也沒有實質上面的損失啦 雖然變相是有啦 但是我覺得就這樣 就看看就好了 好 然後第二點的話是 期間強化保護就是 一樣 期間內 針對EX 做的強化保護 所消耗到的鑽石 會補償給你 那 這個的話就是你 平常在強化可能3加1的時候 會有一個叫做強化保護的東西 就是那個而已啦 反正應該也沒有其他地方會花到鑽石 好 然後最後一點是 我覺得 補的有點多的 那當然 但是這個 可能還是要去補 也就是你 期間內 使用的強化陣 強化道具 基本上 應該包含強化券 就是那個 強化機率 加倍券 對 就那個東西 然後還有強化道具 也就是這個保證券 都可以補 講真的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 狀況 整體的狀況 就官方來看我是覺得是不錯啦 所以 我就覺得不用再拿紙布事件 跟 其他公司去做比對啦 畢竟其實不太一樣 首先第一點是 官方其實非常快速的就是承認他錯誤 而不是印奧說 沒有啊 機率就是這樣子 他其實 就 有在 馬上 做處理 然後第二點是說 他也沒有暗改的狀況 最大爭議說 其他遊戲比較黑的話 會是暗改的狀況 但是他沒有啊 他既然有公告就不是暗改 公告 只要一出來的東西 就不應該是被歸雷在暗改 暗改的意思是說今天 假設今天我突破 突破卡片 我用MVP 結果 今天MVP的機率是10% 就隔天 隔天突然就變成5% 然後但是他還是跟標榜說 沒有10%是機率問題 那個 那個才叫暗改 這種有公告的 基本上不是叫暗改啦 就是叫修Bug 不然就是零時 他會比較偏向是零時 或無預警的 的更新 所以這點我覺得官方其實做得不錯 那第三點是 還第二點 還第三點 反正就是下一點 下一點是補償的部分 基本上在這個協調上面出狀況 說官方其實也非常快速做處理 就是 可能會有問題 但是我是覺得說 你去抓出這個問題點 或者甚至去抓出這個人 其實現在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就是可能說 我知道他們可能有失誤 但是我覺得就這個補償狀況看 就是讓 事件去結束掉就好了 那為什麼說直播事件不一樣 第一個是規模 規模其實不太一樣 這個大不了 一到400億 也不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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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千塊 直播事件是破百萬在跑 所以規模不太一樣 第一個是規模不太一樣 第二個是處理的態度 這個很明顯就是有公告 也沒有一些奇怪的狀況 第三點是 的確發生事情的時候 官方是馬上就道歉 甚至是補償 所以這兩點 其實我覺得就不用拿出來比較 他們的 他們的程度上面其實是差蠻多的 講真的 我自己的了解是覺得差蠻多了 好然後最後是補償的部分 那可能有些人會講說是因為有人去回報 所以導致這個狀況 那這個也是 我再次聲明 我是覺得不用去罵那種回報的人 那每個人的立場不一樣 每個人的立場不一樣 不是說今天你的立場站得住 人家的立場就也站得住 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其實不用特別去攻擊別人 因為 你可能覺得說 沒有人回報就沒事 但是人家可能不這麼覺得 人家可能覺得說 他自己有他的植物在 他也不是什麼正義不正義 就是像 可能像我這樣子一樣 雖然說 我大部分 好大部分其實是 有看到這種對玩家有利的 其實基本上我是很少再去公告 但是 如果說 就我要讓 這個遊戲長久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我要讓這個遊戲 有辦法讓我生存的情況之下的話 基本上我應該要去回報的 我應該是要去回報的 所以變成說我們的立場不一樣 你會覺得說 啊你遊戲玩一玩 就可能你 縱使不符合平衡 你玩一玩他倒就算了 問題是我們的立場就不是 不行他逃 好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可能我們喜歡的東西 甚至是我們用心去經營的東西 也不是說今天你玩一玩玩到倒就算了 啊每個人立場就不一樣 但是 當然了我們都沒有錯 因為這是立場的不同 有些人是為了玩遊戲 那有些人是真的比較用心在玩 那就是立場不同而已 我覺得不用去互相罵還是什麼的啦 對啊我現在 我是不知道我現在講一講會不會有惡意還是這樣的 那反正就是 有的話 如果你覺得有的話 那可能我就跟你跟你說真不好意思 但是 就真的就聽聽就好了 然後最後的話是說 雖然啊 就是 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不確定的點是說不知道是 為什麼會知道嗎 搞不好他沒有回報也是知道啊 他如果沒有回報 但是被抓到了 可能沒有補償 所以這重點啦 就是如果說他那個人沒有去回報 導致沒有後續的情況之下的話 利用Bug 然後人家修改Bug 改掉機遇 我覺得 補償翻盤的機遇不大啦 我是覺得不大啦 那當然就是我用比較關鍵的方式講啦 就是 就是會變成說 我今天我是用這種方式去看事情啦 也不是說我平常可能就挺觀眾 我現在就會挺觀眾 但是 就是這樣子 就是就我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變成說他翻盤的機會不大 那這個的話 基本上現在要補償這東西 勢必啦 也是那些 你們所謂 在回報的人去爭取到的 去看的東西就是 一堆人在騷擾啊 你看有些事件吵這麼久 還是沒有改啊 但是我必須要說一些事情 那裡正常事件 我必須要說一些事情 我的看法其實跟大家不太一樣 那那個部分 有興趣下面留言 我再做一部來講 那種爭議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有些人要聽我才講 萬一堆人都不想聽啊 我講這種東西 我只讓我自己被燒起來而已 雖然我其實很常 讓我自己的頻道被燒起來 好啦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 那最後就是這個補償 可能還是有部分的 的狀況是要感謝那個 還是有去持續做回報的人 對 所以說就是這樣 我覺得 大家玩遊戲就是這樣子啦 就 欸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可能是我客 我是客人玩家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我真的比較不在乎 就是這樣啊 大家這個互相 互相幫忙 或者是覺得互相就體諒一下 大家的立場 或者什麼狀況就好了 那當然我覺得 就讓他就這樣結束掉吧 就不用再去講啦 那當然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話啦 也歡迎在下方抱怨 那我是覺得說 你要講 或者要討論 是覺得都可以啦 或者是你甚至你可以去問問看官方 那邊的狀況 那也都可以 那我是覺得說就 理性討論就好啦 不用去互相謾罵還是什麼的 因為畢竟 大家都是玩家啦 對 你就是可能想要玩這款遊戲才會下載 所以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以上是我的這次爭議 欸不是是我自己 我自己爭議的想法 那就讓大家參考 好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這樣結束了 最後就是 辛苦各位 不管是受影響 甚至是補償的玩家 或者是翻資料庫的工程師 或者是協調人員 真的這次事件 算是大多辛苦啦 所以這樣講 不知道會不會被騷耶 管他的 那如果喜歡的話 就幫我喜歡 讓觀眾知道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拜拜